上午8點45分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坐車抵達立法院 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立刻送上鮮花 讓裴洛西又驚又喜 各朝野黨團總召不只鼓掌迎接 更都戴上了印有美國台灣國旗 堅若磐石口罩 立院鋪上紅地毯高規格接待 裴洛西也親民揮手致意 立法院長游錫坤礙於確診 一早快篩陽性只能透過視訊致意 改由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 代表迎接 不只開心被稱為臺灣智友 另一大亮點 裴洛西更以我們的國家 稱呼臺灣及美國 裴洛西立院拜會先公開談話 接著一小時閉門會議 與各黨團交換意見 美國眾議院議長來訪立院前所未見 朝野總召還特別邀請訪問團 以立法院議場為背景 留下珍貴合影 知道媒體都想捕捉這歷史一刻 裴洛西拍照後還不忘轉身 開心比讚 美國政壇第三號人物來臺訪問 公開談話承認臺灣國際地位 也乘著歷史拜訪亮點之一 三立新聞黃大鋒馬鈺文 特報道